恭喜你們得到HKMAC的服務大獎 現在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得獎心情 可以啊 我覺得我們很榮幸可以得到這個獎項 可以在這麼多個行業裡面得到大家的認證 可以得到一個最佳企業獎是我們的榮幸 我們會繼續努力的 那可不可以在這裡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們覺得這個獎對公司的認可和信譽方面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在這裡呢 我見在座這麼多位的得獎嘉賓 都是一些很大的公司 還有出席的人士都是director 那我覺得得到這個獎呢 其實是可以廣泛受到認同的 因為我見到在座各位有來自各行各業的人物 連醫生都有 所以我就覺得其實這個獎 是十分之得到大家認可的 所以我們公司可以得到這個獎 是對我們的努力一種肯定 我們接下來都很想知道 你們公司的為什麼會獲獎 還有優勢在哪裡呢 其實我們公司是做A-grade office的室內設計 還有裝修 其實我們的長處就是 我們是很負標客人的各種不同的要求 因為其實當客人決定要搬的時候 可能有面對各種各樣的難題 可能要很短時間之內 作出很多範疇的決定 其實有些公司可能不是搬很多次的 他們缺乏一種經驗 其實我們可以由頭幫到他們落尾一站式服務 由最初的設計 或者跟管理署怎樣去公平一些問題 各方面 前期後期中期的工作 我們都是做得十分之好的 其實我們都是很客人 很客人Oriented 很以客人為先 客人要求我們做什麼 我們一定會盡力做到最好 最重要的問題就是 減少客人的煩惱 我們會走多一步 就是我們公司的slogan就是 Exceed Expectation 就是我們一定會被客人 可能要求之前 我們都已經走多一步 為他想到最多 還有室內裝修我覺得 一個客人比較重視的問題就是 裝修完之後 可能大家家裡都會擔心 會不會空氣質素會有影響 因為我們看到這些新聞很誇張的 可能一年之後還有甲船 但是我們公司是十分之重視的 除了使用一些環保油漆之外 其實我們公司已經全部轉了 用一些有環保標誌的東西之外 對環境減少污染之外 就是其實我們做完一個室內裝修之後 會有一段時間 我們都保持一些air filter 全部air filter 都是得到國際認證 可以有效快速這樣 是潔淨裝修完之後的環境 我們潔淨完之後 還會有一個air test 通常都是我們自己內部規定了 就是可以有一個reference給同事 可以讓那間公司的admin部門 可以貼在這裡 給同事看 其實我們就算做完裝修之外 對同事的身體完全沒有任何影響 所以我們公司在各方面 由開始之前 中期和後期都很為客人設想 客人有什麼要求 我們一定會做到最好 我也很想問一下 作為得獎企業的你們 對於客人會不會有什麼特別的承諾 特別是贏完這個獎之後 贏了這個服務獎之後 我們一定會對客人 即是我們公司一向以往都是在客人為先 我們得到這個獎 一定會更加加強我們的服務質素 什麼都要以客人為先 然後就會 無論在金錢上 服務上 我們一定會力求完美做到最後 最後我們很想知道 你會怎樣運用這個獎項 在未來一年去市場更加站穩陣腳呢 其實我們公司一向都有拿很多獎項 和認證 我們所有獎項和認證 都會放在我們公司的網站 Facebook 這樣 就告訴各界人士 無論是哪一個行業都好 只要你們可能本辦辦公室 有什麼改動的時候 你們都可以透過這些認證 可以得知我們公司是備受認可 可以從而得到更加多的信心 可以再介紹給你聽 可能甚至有些客人都得到這個獎項 他們可以更加清楚 其實得到這個獎項都是備受認可 可以加強 就是有一個competitive 就是對比起其他公司裡面 所以我們就會運用這個獎項 在未來這一年裡面 都多向大家推廣 我們公司是一個備受認可 在服務方面是非常卓越的公司 多次見到大家 мыш致一 krijgen